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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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头条选择的是国际人物 也可以说是美国职棒大联盟这一季的奇迹 大谷翔平 大谷翔平这季第31号全雷达出炉了 他不但追平了松井秀喜在2004年 创造的亚洲球员单季最多轰的记录 而大谷翔平这支全雷达 也成为他庆祝自己27岁生日的最好生日礼物 一起来看看 和美国国近相差一天 7月5号是大谷翔平27岁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球迷在场边挂上标语 真是一举两得 不应该说一举三得 因为大谷翔平上场打击了 2-2 沙特尼 Centerfield Let's watch it go Wow Wow Into the batter's eye in centerfield That's 31 for Otani Boy that backflip That went 459 feet Shohei Otani 31 home runs Tied Matsui's all-time home run mark 大谷翔平真的太惊人了 上中精英队7发投手 Ashman 这个中间往下掉的78英里 滑球叮咚 刚刚好不多也不少 这支全力打也是大谷翔平 最近17场比赛中 所打出的第14轰 同时继续扩大贝比鲁斯 以二刀流身份创下的单季 主头至少10场 打出29支全力打的记录 不过天使和精英三连战的 最后一场比赛 可谓是戏剧化十足 精英队的C Dream Moulins 在9局上班羊春炮 打破两队4比4的将军 但是天使的中央野手望 Lagaris 却在9局下半半夜 终结比赛的拿手 球队逆转胜 加上追凭前辈松井 休息创下的记录 双喜临门 让大虎翔平度过一个 难忘的27岁生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Focus就留在美国 7月4号July 4th 美国的国庆日 今年有非常特别的意义 是不是达到全境七成人 注射群体免疫的目标了呢 差一些些 美国现在大概打了 大概是67% 所以距离七成的目标 没有达标 不过这个国庆日 已经充满了浓浓的 美国疫后安全的气氛 总共出游的美国人 4800万 各个庆祝释放烟火的地点 全部万头钻洞 美国总统拜登做了示范 打开白宫大门 举行千人 不戴口罩的庆祝派对 呼吁还没有接种的美国人 赶快把疫苗打好 打满 那么现在这个六成七的目标 换算成地区 是全美50个州 仅仅20个州 达到七成注射的目标 因此白宫跟公卫专家 强力呼吁 美国真的已经有 Delta变种病毒 那么现在美国 不管是娇生 莫德纳 还是辉瑞 打下去都可以达到 针对调查的最好防护力 7月4号 美国终于等到这一天 245年前 从大英帝国宣告独立的国庆日 2021年的今天 则是新冠疫情后 第一次能举国庆祝的日子 这天美国总统拜登 也打开白宫大门 邀请包括第一线人员 和军券约1000名宾客 是拜登上任以来 白宫举办的最大型活动 参加者拿下口罩 大袋西瓜喝啤酒 要向世人展现 美国正逐步恢复正常 这场新冠疫情战役 美国累计3300多万人确诊 超过60万人死亡 拜登呼吁美国人尽自己的一分力 去打疫苗 来结束这场疫情 拜登五月定下 要在国庆日前 为全美70%成人 至少打一剂的目标 结果并未达成 目前数据约67% 全美50周不到一半 仅20周达成拜登的目标 现在一天平均 施打110万剂疫苗 远低于4月中高峰的330万 不过美国全国 有1亿5700万人完成接种 接近白宫1.6亿人的目标 几个星期前才宣告全面重启 解除各种防疫限制的加州 上周筛减阳性率翻倍 主要就是因为Delta变种病毒 上周美国新增确诊也上升10% 美国疾管中心称Delta变种 具高度传染性 也再次对接种率低的 东南部和中西部发出警告 在南部阿肯色州 1月底以来新冠死亡 99%都没有接种疫苗 现在交生疫苗也加入辉瑞和莫德纳的行列 确认对Delta变种病毒同样具防护力 走过严峻疫情16个月 在看到满世人潮的华府国家广场和各个人山人海的庆祝场合 民众无不感慨万千 CN主播们也拿起香槟欢庆美国重生 去年美国国庆日几乎所有庆祝活动都取消 今年1月拜登就职典礼同样缩水 也没有传统的就职晚宴 1月6号国会暴动后 仅被森严的美国国会周边 这天也特地放宽 让民众涌入观赏长17分钟的烟火 除了华府烟火 另一场重头戏自然是横跨纽约市的烟火秀 这个去年春天新冠的重灾区 疫情后已有超过350万人搬离 这次国庆日全美启动报复式旅游 预估近4800万人出游 尽管油价冲上七年新高 当中4300万人仍选择开车赏路 另一个让美国人觉得回归日常的景象 就是每年在纽约康尼岛举办的吃热狗大赛 今年现场人气爆棚 37岁的大卫王彻斯纳特 更一举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在10分钟内吞下76个热狗面包 拿下他生涯第14座冠军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 Focus继续留在美国 来看的是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滨海公寓崩塌了以后 搜索11天 挖掘出24座大体 下落不明的还有121人 这真的令人悲痛 旁边就有一栋围楼 虽然没有倒塌 但是救难人员的安全深受威胁 现在这个地方 爱尔沙的热带风暴深沉 所以佛罗里达州 即将受到暴风雨侵袭 这个围楼摇摇欲坠 佛罗里达政府 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星期天晚间 以爆破的方式 直接拆掉 美国在上个月24号 发生了迈阿密滨海公寓 乡普兰大厦南洞的坍塌意外 经过11天的搜索 仍然没有生命迹象 瓦里堆旁为坍塌的围楼 对救难人员来说 就如隐形炸弹 随时可能会倒下 这时却乌漏偏逢连夜雨 热带风暴 爱尔沙在大西洋上深沉 即将侵袭佛罗里达州 为了避免强风和豪雨吹垮围楼 佛州政府决定在周日晚间 以爆破的方式拆除围楼 救难工作在周末就已经暂停 等待拆除作业 一旦排除围楼的威胁 后续的挖掘工作 将会更加快速 爆破前为了安全考量 当局禁止围楼居民回家收拾东西 施工单位则是利用热感应 无人机逐层检查 确定没有人或是宠物 被遗留在大楼内 才展开爆破作业 香普兰大楼南洞坍塌意外 也让乌林40年以上公寓 结构问题受到重视 上周六离坍塌大楼 不远处的一栋公寓 也被发现结构毁损 当局立刻要求所有居民撤离 周末前救难人员 已经从瓦码堆中挖掘出24具遗体 目前仍有121人 下落不明 罹难者中包括一名7岁的小女孩 她的父亲也是救难的消防员 灾难之中也发生不少令人动容的故事 一名84岁的老太太走楼梯逃生 但她因为膝盖退化而不良于行 一名经过的邻居男子 一把将他扛上肩就往楼下跑 他们逃到地下室 邻居男子搬开水泥石块 将老妇人救了出去 之后两人就分散了 但老妇人一直想要亲自感谢这位救命恩人 老妇人死里逃生 她也以亲身经历验证了只有互相帮助 人们才能无惧灾难的无情 热带风暴爱尔什 爱尔沙目前已经登陆古巴 当地已经感受到了强风豪雨 爱尔沙最快在周二登陆佛罗里达州 佛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警告严防土石流 大楼的搜索工作也将在风雨过后立即展开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还是美国 当美国从疫情后复苏之后 它成为世界很多地方的局势 转动的核心枢纽 所以第四则报道 还是美国 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开始启动了 那么整个全面撤离是9月11号 但现在已经进入7月了 从7月4号开始 美军从驻扎阿富汗的重镇 首都克布尔市北边的巴格兰基地撤离 这是最大的一个美军驻军基地 那么一离开 民兵组织塔利班 立刻在多个省份发动攻势 在24小时之内 塔利班拿下9个行政区的控制权 早晨的博物中 阿富汗政府军以坦克作为掩护 和民兵组织塔利班交火 自从美国在4月份宣布 9月11号将完成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塔利班的攻势越发猛烈 3号塔利班禁逼东北方巴达克山省 300名政府军紧急穿越边境 逃向邻国塔吉克 又一个原本由阿富汗政府掌控的区域 落入塔利班手中 阿富汗421个行政区 已经有三分之一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 在缺乏补给和支援的据点 数百名阿富汗士兵警察和官员甚至不战而逃 塔利班则趁机加强进攻 除了北部 塔利班发击的南部坎达哈省 也有好几个地区由塔利班势力进驻 外界担心美军的离开恐怕让阿富汗陷入内战危机 甚至让塔利班重掌大权 但是美国经历了将近20年 花费超过2兆美元 约台币56.7兆 虽然推翻塔利班政权 击杀了911事件主谋賓拉登 但是也造成4万多人死亡 数百万人失去家园 还有2300多名美军阵亡 美国总统拜登撤军的心意已决 在美国国庆日前夕 拜登面对一连串关于阿富汗的提问 不想多谈 表示撤军将按照计划循序渐进 北约驻军的7000人 美军的3500人都会离开 只留下数百人的部队 来保护各国的外交官和维护机场安全 在7月2号美军也从阿富汗首都克布尔北边 最大的巴格兰空军基地撤离 交给阿富汗政府的安全部队接管 是美军撤军标志性的一步 还有一面美国的五星旗在基地飘扬 这座高峰时曾有超过10万名美军人员流动 最重要的作战基地 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 一夜之间清空 留下和塔利班达成的协议 美军和盟友撤军 换取塔利班承诺 不包庇盖达组织或其他极端组织 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展开活动 有民众欣然接受美军离开 让阿富汗人面对塔利班 走出自己的路 然而外国军队留下的权力真空 迅速被塔利班填满 民众担忧安全和生活会更加混乱和不安 尤其曾问美军工作的阿富汗人 可能被视为塔利班报复的目标 估计在美军驻留期间 担任翻译 司机等工作的阿富汗人 连同家属有五万人 虽然美国政府开放这些曾听美军工作者 申请特殊移民签证前往美国 但是程序复杂可能要等好几年 拜登政府正眼里将这些人员先送到哈萨克 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等中亚国家的中继站 等候签证 降低等候期间遇害的风险 DPBS新闻综合报道 在全球财经都非常罕见的事情发生了 到美股上市 集资金额高达44亿美金 上市五天之后被自己国家给下市 这就是滴滴出行在大陆遭到的待遇 那么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滴滴在6月30号在美国上市 低调的不得了 连敲钟仪式都没有 也不办任何庆祝活动 那时候滴滴出行应该心里有数 他的上市中国官方很不乐见 他上市之后市值冲上730亿美金 没有想到7月4号 中国大陆的网信办叫他下市 原因是因为滴滴出行 严重的收集了每个人的个资 怀疑他把这些中国大陆交通道路 还有用户的数据个资 双手捧给美国 交换在美国上市 滴滴出行是一个轿车系统 上市9年有4亿的活跃用户 所谓下架就是现在呢 在手机的平台商店上 新的用户根本找不到 滴滴出行可以下载 为用户设置许多安全服务功能 大陆网路轿车巨头 滴滴出行却还是让官方就到把柄 7月4号被网信办勒令下架 滴滴出行APP存在着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 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 在手机应用商店内新用户无法下载滴滴APP 但旧用户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轿车服务 司机也能接单不受影响 用户对于数据隐私问题 没太大感受 这回让大陆官方下重手的导火线 恐怕使滴滴6月30号坚持在美国上市 成立9年的滴滴 全球年活跃用户有4.93亿 司机多达1500万名 能赴美上市 投资市场原本相当看好 滴滴在美股挂牌 共集资44亿美元 一举让公司市值冲破730亿美元 成为在阿里巴巴2014年赴美上市后 规模最大的大陆公司IPO案 这本应该是投资市场一项大事 但滴滴异常低调 上市当天没有敲钟仪式 连高层都没受访 有网络文章还指控 滴滴以大陆道路资讯用户数据 换取在美上市的机会 滴滴副总裁李敏日前否认 滴滴在海外上市之后 将数据交给美国 强调用户数据 会存放在内地的伺服器 绝对无可能交给美国 尽管滴滴高层 吉利博斥出卖数据 但外传大陆官方 本就不乐见滴滴赴美上市 为此多次劝阻 其实从2018年以来 对于掌握大量数据的 网络平台公司 像是阿里巴巴 京东滴滴等 官方都不希望 他们前往其他市场上市 更多次引导要他们回大陆或香港上市 继滴滴出行被要求下架整改之后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也都宣布 对招聘平台BOSS直请 网约密劳平台 混满满同货车帮 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滴滴效应让官方 在针对三家赴美上市的大陆网络平台公司 启动审查 官媒环球时报评论指 不能任由网络巨头成为个人讯息的超级数据库 外界认为此次滴滴不听话 贸然在美上市 彻底惹恼官方 更何况 他还得面对 翻垄断调查 滴滴屡屡触犯红线 有消息指 官方对其惩罚 恐怕远超阿里巴巴 这起事件更是警告 网络巨头 扩张事业版图 手握大数据 这些都让官方十分忌惮 未来监管只会更加严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广告之后我们要来看的是 疫情在7月以后全球房市火爆 我们focus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段时间了 今天要看的是欧洲 那么欧洲呢 包括了大城市伦敦 还有像意大利 他在利用疫情这一年 把16个修道院呢 重新翻修变身 旅馆价格极度便宜 一晚加一餐 主要台币1100块钱 我们待会来了解 欧美火爆的房市 现在的最新状况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这个段落我们要来看的是 南韩跟日本现在的疫情反扑 另外还有包括了 在7月开始全球疫情之后 欧美主要的房地产市场现况 首先关注南韩 南韩周末新增确诊 又标出了今年以来的周末最高值 也就是南韩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连续两天 一天增加都破700人 南韩官方这才收紧了首都圈的防疫 前面宣布打完疫苗可以摘口罩 现在360度转弯全部收回成命 南韩的接种停滞 也是因为他现在对抗疫情很辛苦的原因 这半个月首针的施打率都没办法突破三成 那么南韩是宣布7月5号正式进入下半年接种期 以辉瑞的施打为主 而且优先启动交叉接种 再开放辉瑞残疾预约 透过一连串的管制跟方法出炉 希望赶快再刺激全韩国民的疫苗注射施打率 贸与高举步调似吼示威 8000名南韩劳工周六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改革劳动法案 只是这一场大型机会 不但未受到官方批准 甚至还临时改道 让警方铺了个大空 全市警力总动员为安设置交管 却还是没能控制住场面 因为南韩劳工联盟原本预告要在乳伊岛示威 最后却突袭繁华的中路三接一带 造成首尔市都心交通大打劫 而让各界最担忧的 莫过于一连串的防疫破口 别说是社交距离 还有示威者在集会当中 大口吃东西喝饮料 宛如去年的光复节集会 群染噩梦再次上演 市民会如此担心 不是没有理由 因为假日检测数少 新增病例数通常有所下降 但没想到上个周末 连续两天 单日新增都突破700例 创下今年以来南韩周末确诊数的最大规模 结果就是摘口罩的福利 上线仅仅四天就被撤回 防疫当局要求在首都圈范围之内 接种完疫苗者 无论室内外都还是必须戴上口罩 而且晚间十点过后 不得在公园和江边群聚饮酒 为者将祭出重罚 首都圈疫情一波接着一波 上个星期平均一天新增531例 占全国病例数的八成 基本传染数高达1.25 增加推测 如今的首尔汗经济到地区 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实现 宽松的新版防疫指示 因为宏大外市群染持续延收 除了验出Delta病毒 疫调跟发现 确诊者足迹遍布全国 罪员已经迫及到了 釜山和大田市 累计相关病例达到307人 专家质疑一切都是因为防疫当局 不顾警告一意孤行 松绑松得太快才会让疫情反弹 雪上加霜的是 南韩从上个月20号开始 接种速度就开始下降 周日一整天更首次出现零接种 时隔两个星期 首针疫苗施打率 5号开始南韩正式进入下半年接种期 除了优先启动了交叉接种 也开放让60到74岁错过接种者 以及未满30岁的警销前来补打 辉瑞将成为主力施打的疫苗 同时也将首次开放民众 利用APP预约辉瑞的残疾 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再掀起一波施打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7月以后好像变成一个分水岭 亚洲主要城市疫情还是越烧越严重 而欧美解封的速度加快 我们一起关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创下了30年来的上涨幅度最高 涨势继续往上攀升 但是美国的市场上 能够库存释出的房源已经不多了 可见大家买得很凶 所以是因为没有房源 让美国的新屋还有城屋销售开始下滑 欧洲开始吹起泡沫 伦敦市中心的豪宅区 是以中东买家为主 那么随着疫情趋缓 欧洲纷纷解除旅游限制 那么还有欧洲其他国家 有最新的改建修道院 变成旅馆试出市场 恐怕在购物潮 还会再上演一波的报复性戏剧化大战 好几排别墅坐落在宁静整洁的街道 走进里头从卧室厨房到客厅 进视高级装潢设计 并且从阳台就能一览 太晤士和美景 这里是伦敦市中心的顶级豪宅区 也是海外富豪们的最爱 当中又以中东买家最多 占比高达15%到20% 但如今这些中东金主 却受限于国际旅游限制 无法亲自到场 去年一年 中东买家在该地区的购物占比只有8% 创下7年来最低纪录 不过伦敦业者仍看好未来买气 认为会上演一波报复性购物潮 房产商信心满满 因为房价并没有受到动摇 今年初截至5月为止 伦敦市中心豪宅区的房价 反而还上涨了百分之0.3 想要有庭院的房子来看意大利 则是把郊区的老屋拿来大改造 不但青山绿水环绕 四周还有羊群为伍 这一栋栋运味十足了历史建筑 看不出其实荒废已久 如今却能用来挽救意大利的人口老化危机 以及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 23岁的夏雷塔和其他九名年轻人 在罗马的拉吉欧地区 已经把当地16座废弃的城堡和修道院 改建成青年旅馆或文化中心 一致尖位在山区的青年旅馆来说 里头36张床 住一晚含早餐35欧元 相当于1100块台币出头 除了能享受自然美景 还能享用当地才有的特产 包括从附近森林捕猎回来的野猪肉 做成意大利面菜肴 在地生产的羊奶做成煎饼卷 还有从当地西河里捕捞的尊鱼 这对当地而言无不是一大利多 特别是增加不少九月机会 把年轻人给留住 至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持续火爆了一年多后 最近则有降温趋势 不只购物申请和房屋转带的件数 都出现了减少迹象 主要原因依旧是过低的房屋库存量 以及破纪录的房屋价格 使得今年全美的新屋和城屋销售数字 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下滑 而推升房价的原因之一 则是建造装修房子的木材打缺货 也使得木材价格也跟着居高不下 不过最近却开始出现暴跌 特别是在经济解封后 更多劳工返回工作岗位 促使全美3000多间 巨木厂加速生产木材 引发木材期货价格 在一个月内暴跌超过50% 不过消费者目前还没有明显感受 且木材的需求依旧畅旺 还在高 希望价格回到平均 现在有可能的风险 我看到有更多DIY的人 拿着一些标准 保护他们家 而迈入下半年 全球方式会怎么走 上个月就有专家警告 全球方式过热 已经出现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最大泡沫警讯 如今随着欧美解封 会不会上演一波报复性需求 买方卖方还得谨慎评估 体育别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Focus还是留在欧洲 疫情之后 温慕顿网球赛 两年之后再度开打 观赛的规则改变 看球体验非常跟上潮流 温慕顿官方跟科技公司IBM合作 引进了AI人工智慧 可以全程搜集 温网球新的表现数据 综合网球作家一起分析 提供有别于传统的世界排名 以前叫做实力排名 那么这次是用大数据 提供球迷在这个基地上 以全新的方式 观赏温慕顿球赛 鬼闻两年 温慕顿网球赛 在细雨绵绵中登场 开幕第一天 中央球场请来贵宾 坐在皇家包厢的 牛津大学教授吉尔伯特 是研发AZ疫苗的团队领导人 在场7500名观众 向他报以热烈掌声 温慕顿相隔一年 重燃战火 观众必须持有快晒阴性证明 或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才能入场 开比赛时可以不用戴口罩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的温慕顿 不但观赛规则改变 看球体验也有革新 IBM is introducing power rankings with Watson a new way to assess who's hot and who's not throughout the tournament 温慕顿官发和科技公司IBM合作 引进AI人工智慧 搜集球员在场上各项数据分析 显示在实力排行榜 藉此发掘比赛中的隐藏黑马 就算是第一次进场的球迷 也能立刻变专家 IBM的AI系统电脑华生 除了分析场上数据 还会上网搜寻 网球作家的权威分析 让排名不被冷冰冰的数据局限 温慕顿不是第一次 和IBM合作 两年前就利用华生人工智慧系统 自动剪辑18座球场 700场赛事的精华片段 让观众更快看到 也降低制作成本 AI自动分析选手的动作反应 以及观众的欢呼声 甚至连球拍集球的声音都能掌握 目前系统自动剪辑的精准度 已经达到80% 而今年这套AI实力排行榜 之前也曾用在职业电竞赛事 目的就是让原本不熟悉体育的观众 也能和其他球迷一样融入 温慕顿回归 以科技带给球迷全新观战体验 受到疫情影响 路上人数甚至在场地的五成 球迷的现场掌声或许少了 但猜测选手各个仍然平民奋战 温布顿精神不灭 TV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再回到疫情的地区 回到东北亚看日本 日本现在是双面夹击 一方面是疫情 7月23号要办东京奥运了 另外美比线受到了 现状对流笼罩的影响 关东跟东海地区不断的下豪大雨 在上个星期六 静岗的热海市爆发了土石流灾情 那么这些地方 以前因为土地开发人工填土 所以大雨冲刷 引发了热海市大规模走伤 至少目前有四具尸体 还有100多人失踪失联 西日本将会降下相同大雨 必须要尽早避难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上周六 静岗县热海市发生大规模土石崩塌 雨水夹带着泥沙 有如一道黑色大瀑布宣洩而下 专家指出 这种成为泥流型的土石流 特征就是快 速度可达每秒10公尺以上 整个下游区域已转眼全被埋在迷命中 于是断断续续影响救援活动 但搜救小组抓紧每个空档机会 不分日夜只为救出更多受困者 一楼被泥沙掩埋的公寓 救难队站在差点被埋掉的公车上 救出一对母女 婴儿洪亮的哭声 仿佛是对众人的鼓舞 让搜救队又充满了希望 灾后第三天 搜救活动继续展开 一致至少4死20失踪 但日海市长表示 目前按照户口登记找人 还有100多人联络不上 因此尚不敢抱持乐观态度 东日本一带因现状对流 雨下得又急又久 尤其靖岗热海地区 48小时雨量 批底整个七月总雨量 原本以为市场天灾 没想到可能也是人祸 高寒水量的地质特征 是其致命伤之一 其实事发地区周边土地 早就被列为土石流高风险区 此外初步调查发现 土石松动起点处 是过去因为土地开发 而人工填土的部分 这次遇到强降雨 引爆了灾难性坦塌 搏击范围长达两公里 一路延伸到出海口 超过一百三十多民房受损 首相经因为下令人命优先 这场因梅雨造成的重大伤害 无疑是日本防疫的一大负担 只收养短短十天 只是小十百盒子火速归位掌舵 就是因为疫情蔓延实在太快 东京连续十五天 单日确诊高于上周同天 政府内部透露 东京恐怕已经发生社群感染 东京看似南党第五波到来 雪上加霜的是疫苗之乱 越演越烈 日本政府几乎不设限的鼓励接种 结果酿成疫苗严重不足 除了莫德纳不够用 现在连辉瑞供货量都有问题 日本政府坦诚 回瑞疫苗取得不易 按照进货时程 日本会陆续取得七千万 与两千万剂回瑞疫苗 然而考虑到整体施打人口 各界未来只会越来越难取得 所需数量 地方政府与民间单位 也忍不住院神载道 今天新闻众报道